接下来的这个中天的行政诉讼 我拜托大家 本着关心台湾的言论自由 关心台湾的司法公平正义 务必要到场去声援 到场声援真的有差 真的有差 因为让大家感受到民众的声音 以前我们在台湾开庭的时候 我每次去开庭 声援的群众非常的多 然后我们开箱也到现场 那个气势就会让法院不敢 太不公正 可是现在因为我在海外了 所以开庭的那个气氛 就没有当时那么热 所以你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法官就开始会渐渐的不在乎观瞻 然后可以开始这种什么 站起来掉头就走了 你看连续两个掉头就走的 就是突袭的 一个是姚念慈 一个是张永慧 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务必要到现场去声援中天 也不是你声援中天 而是声援台湾的媒体 这个自由跟公平正义 而且我也呼吁啊 不管是你看不看中天 你是支持蓝支持绿 这个不是支持中天 这是支持台湾的媒体自由 如果将来国民党执政 或者别的党执政的时候 一样我们要用同样的标准 来给台湾的媒体一个干净的空间 那你现在很明显的看到嘛 当时中天关台的所有理由 一个一个被打脸了啊 给我印象很深刻嘛 那时候中天关台的最后一集 我到场去声援啊 还去唱歌啊 对不对 可是那时候我也跟主持人说 我说我以前一天到晚 被你们的节目盯在墙壁上了 我一天到晚被你们那个 拿来召唤嘛 我说可是这是两码子事啊 我就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听你们言论自由啊 这本来就是你们言论自由啊 所以要去声援啦 当初的听证会是这样子 其实按照这个NCC的相关的规定 规定的规则啦 其实这个听证会哦 如果说这当中是有些疑虑 还没有搞清楚 其实是可以开一些 就是听证会前的会 预备听证的意思 然后或者是呢 一次的听证会呢 没办法厘清 没办法搞懂 那就可以再开一次 但是NCC从头到尾就只开一次 那只开一次它会有什么问题呢 在听证会当下 明明一堆的鉴定人都说 啊这个部分我们可能需要再 再请他们说明 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再厘清 有那么多的疑问之下 你还是判中天必须要撤照 必须要关台 那就说不过去了嘛 而且呢 他是在开听证会前20天通知 前20天呢 他另外还有再通知说 前20天通知你 然后呢这个中间剩10天的时候呢 你中天要给出一些书面的报告 问题是只剩10天 然后你过程当中又不给月券 导致我们不知道 我们到底是哪些点被追着打 所以我们就算要给出 这个书面的说明 我们也不知道 往哪些点去讲 完全就是被偷袭 然后甚至呢 更扯的事情是什么 大家看哦 10月26号换照听证会嘛 然后呢 那后面他开了三次的闭门会议 第三次闭门会议呢 他就决定就是不予换照 11月11号就是第二次的闭门会议 他突然做一个公告 他突然做一个公告说什么 说我们现在开始就是用 新的这个评分标准 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个公告 等一下大家看就知道了 他做的公告原因是因为 他在开听证会前 他已经帮中间评分完了 但是他用的评分标准 不是现行NCC规定 他最新必须要使用的标准 所以他用了一个错的评分表 不该用在我们身上的评分表 来帮我们评完分之后 然后在听证会之后 11月11号 他才告诉大家说 哦我现在用的这个 用在中天身上的评分标准 就是最新的就是对的 等于说他在事后回头 要把自己前面的行径合法化 这也是很离谱 那他有什么地方出现这个AB标准 我只举这个其中一部分给大家看 这个未来六年营运计划 占总分的60% 然后大家看哦 他其实从后到来 所有的评分标准 他都是这样子 大家看就是109年最右边这边 他凭中天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分数换成比例 大家看到最下面那个箭头的地方 5比3比2比1比1 但是呢107年公告的 不是这个比例哦 是4比2比2比1比1 然后回过头来 我们才发现说 原来他用的是105年的标准 而且呢 哦在接下来的新闻特报当中啊 就是大家看整点新闻的时候 我会细细的在跟大家说明 这当中会发现说 有一些比例被拉高啦 或者是说呢 有一些点上啊 其实都跟 对中天不利的地方非常有关系 例如说有另一张表 就是不在这里面 他就是有一个比分占比 被拉超高的 而那个项目里面就包含了 就是中天被裁罚这件事情 就是啊 如果你有被裁罚 那你在这一项目 就会被平衡低分 可是这一个项目 却被拉高了占比 那就是挑对中天不利的嘛 所以在开庭的时候 甚至啊 律师是跟我们这么转述的 说法官呢 其实还有问NCC啦 说啊你明明就是 应该按照规定 要用A标准来评分啊 那为什么最后 你用的是B标准呢 那现在是NCC你想用什么标准 你就用什么标准嘛 哦这句话抛出来 NCC有回话是说 哦因为我们是独立机关 就讲的好像很超然这样子 他说哦因为我们是独立机关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有 可以去衡量啊拿捏啊 我们还是可以去做调整啊 那那就不用放标准了嘛 你放标准干嘛 你就每一次要帮谁省照 你就开心怎么分配 就怎么分配啦 就真的满扯的 然后这道招还有太多太多问题了 包含他有另一个项目就是说 例如我举个例子 就是这边大家看到很多审查项目嘛 然后有些审查项目的最后 他可能会有其他事项 其他事项就是例如说你要补充的 或你觉得这个不在这里面 但是你还是想要做一些指点的 就会在其他事项 他把这个已经有审查项目的 把你平衡低分的 觉得你有问题的 他把其他事项再写你一遍 等于他扣了你两次分数啊 大家可以理解吗 就特别特别离谱啊 他的手段真的很脏 然后而且很多地方 那这些是因为过去不给月券 大家说你中天怎么现在才喊圆 你现在才喊说 这个被用这种很黑暗的手段来对付 原因是因为我们先前根本就不晓得啊 这是一直到进到行政法院 进到诉讼的程序在走之后 NCC才拿出来这些证据 我们才知道 我们才恍然大悟 哎呦原来挨这么多门滚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彭P你看到 是不是觉得跟你在走 这个论文门官司之路 太多相似之处了 完全一样 你看啊第一个 他先用一个机关来对付你 你们被NCC 我们是被教育部 那还包括了这个司法吗 那当你这一个部分是黑箱的时候 他不给你看 所以我们在这个赫德芬老师去教育部宿院 要他的这些被封存的资料 全部被打枪 而且他们真的是装校围 教育部的律师可以第一庭第二庭第三庭都不回应 然后说我们回去跟当事人讲 后来我火大了 我说那个大律师啊 你下次如果再回来跟我讲说 我们回去问当事人 请你不要再来了 我说你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啊 因为我们请你们答复的时候 你们都不答复 每次到了庭上的时候 就说哎 请问你我们书状上面问你 这些问题 请问为什么没有回应 好我们这次回去问当事人 那我说那你来干嘛呢 这是第一件事情 等整个事情进入到司法的时候 他呢 就用他自己的这个一句话 就是我们是司法独立的 NCC是独立机关 是意思是说你不受 行政立法司法其他单位的 应该是说立法司法 你不受行政机关的监督 这这个独立机关的意思 不是说你不受法律的限制 更不是说你不受伦理规范的限制 所以NCC从而到晚拿独立机关 这是完全是完全是一个笑话 而且大家都知道NCC独不独立嘛 所以我其实我一直在讲 台湾真的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司法永远的执政党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司法倒向国民党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司法倒向民进党 只是相较于蔡英文 马英九是斯文多了 所以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 被抓到介入司法的案例有限 坦白讲有限 最大的一个就是那个黄世民的泄密案 人家只是夜奔官邸 只是其实已经蛮严重了 被我们检察官民间委员会揪出来 他是夜奔官邸报告侦查状况 这跟伸手下去 这个指定裁判的结果 这可能是在蔡英文执政这个六年当中 是史无前例的 所以到最后中间进入了司法 我们也进入了司法 进入司法的状况一模一样啊 那我觉得你们好一点 就是说你们前面的这一些 你们的胜率比我们高多了啦 你们至少还七连胜嘛 是不是 已经十连胜了 十连胜不错耶 恭喜 真的 我们跟你换一下法官好不好 我们现在十连拜 如果要用这个标准来观中天台的话 就是把那个恶意财罚的数量扣掉 我们不是第一个该被关的耶 有太多家等着应该要先关掉啊 对啊 我在主持政经看民事任内 我就出席过两次 那个民事内部的伦理委员会啊 就是我们被人家检举啊 然后NGG叫我们回应啊 对不对 最最著名的一次是 要我们回应 为什么我们要让周玉寇上节目 这不是很好笑吗 那时候我们在民事的时候 被检举说 为什么我们要让周玉寇上节目 哎现在这种事情 我都要去伦理委员会报告 我只封了我 所以我到的时候 我横眉冷对千夫子 我把那个委员大骂一顿了 我说你们不会搞清楚 这种东西要浪费本人的时间吗 所以这个实在是很可笑啦 不过一般人是民不与官斗啦 可是我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心得之后 我认为啦 一个有素养的国民啊 应该民专与官斗啦 老百姓不要欺负老百姓 媒体不要欺负媒体啦 自己大家不要互相为难 媒体何苦为难媒体 大家应该炮火一致喔 监督政府 因为这个政府实在太不像话了 真的 已经到了那个豆腿路 已经怀叉里面 找到了完全不顾观瞻的地步 你看你们的这个 你们的胜率比我们高 其实有个很重大的原因啦 我们两边都是站在对的立场上 好那中天还偶尔会犯一些错 我们当媒体怎么会不犯错呢 每天都是朝辞白地采云间 千里将临一日还嘛 我们做新闻都是 马上就要做一个结论 就要做报道 我不可能就跟你慢慢查证 我又不是中研院院士 所以犯错在所难免 对不对 所以Thomas Jefferson 美国看过袁迅才会说嘛 我宁可有媒体而无政府 我不要有政府而无媒体嘛 所以媒体的性质 已经是被大家容忍可以犯错 犯错之后只要能够更正 只要能够这个平衡报道 给当事人说话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的 犯错是我们的本性 尤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 快速的时代 没有办法的 我作为台大新闻研究所 20年的教授 我公开出来背书 媒体的本质就是错 就是一个失误 在不断的失误当中 把这个多元化的公共言论 能够兼容并蓄地 呈现在大家眼前 当大家都在讲谎话的时候 当大家都在散布假新闻的时候 我唯一可以对付假新闻的方法就是 让所有的假新闻并程 让观众去做选择 因为我不是上帝 我没有办法去筛选 哪个失诊哪个是假 就拿蔡英文的论文们来讲 好了 还是很多信奉者 对不对 我也不要求这些信奉者 全部听我的 但是我要求 正反意见并程 这件事情在这四年来都这么困难 几乎只有风传媒跟中天 其他没有人报道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大家对媒体 要多一个不同的看法 媒体是乌鸦老虎 我们没有鸭啊 所以你们不要紧张啊 政府是什么 政府是青面疗牙啊 所以我们真的要防的是政府 不是媒体 那媒体只要你有选择 选台器在你手上 你要看蓝的看绿的看红的看白的 看黑的随便你 这个才是今天我们一个 民主社会老百姓 应该要有的媒体素养 好我刚刚讲哦 你们的胜率会比我们高得多 所以我比较看好 你们有一点点机会可以申诉 为什么 因为你们杠上的人不是蔡英文 应该讲说你们对上的人是二军啊 顶多是民进党的政府官僚 搞不好法院里面有些人等着斗这个 陈耀祥等着斗NCC 对不对 也许有些人是 是这个 他们有些不同的看法 可能有些法官觉得 呃 这个东西行不上大夫 不至于到这个蔡英文 所以你们对抗的人不是女皇 我对抗的人是女皇 所以我能够引一胜已经很不容易了 第二个是媒体自由言论自由 这个东西是一个民主社会应该要有的DNA嘛 所以法官也多少会有一点这种耳濡目染 他要写判决书很难写到 去违抗这个大法官解释 去违抗美国的第一修正案 的这样子的基本理念 所以你们有机会赢 可是你不要忘了哦 你们最后碰到谁呢 最后碰到表姐夫吴明洪哦 对不对 最高法院的行政法院院长谁 表姐夫啊 所以你们不要高兴太早 可是我说虽然是宣判 我希望大家去声援 如果赢了大声欢呼 如果输了学张进 法官混蛋 就这样看他敢不敢 看他敢不敢回应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呃 我希望中天能够能够好好的替 台湾的观众出一口气 其实本质来说一直都说 这个换照应该是一个 比较走形式层面的啦 因为刚刚给大家整理的 那个表格有没有 其实我今天只讲到 这个前百分之六十 前百分之六十他看什么 未来六年营运计划 哎我不得不说第一个就讲 频道定位与内容规划 这是不是有一点点就是说 你要我把接下来我要怎么 什么操作新闻这件事情 全部都双手奉上给你看 那如果你要指指点点 有出一些意见 啊这次我给你换照过了 但我希望你怎么改正 这些我觉得多多少少 都有点干预了啦 只是说因为一直以来 这个是一个比较形式的走法 所以没有人对这件事情 提出疑议或是觉得抗议 那我在这一次我就看起来 我觉得这个整个表 其实很多部分大有问题啦 那是因为之前走形式 没有人讲出来 没有人觉得大家觉得没关系啦 但我觉得在接下来呢 这恐怕也需要 好好的来进行改革啦 那当然回过头来 我们也要讲到 参与网络我们这件事情 那前天的部分 因为彭P开了记者会嘛 哎我要跟彭P说一下 其实我们开直播是这样 我们就是时间到了 我们直播就给他开下去 所以彭P跟江绿在那边讨论的时候 啊就中天啦 哦什么这个其实 哎观众可能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手上的麦克风 都没有直接放在你们音响喇叭前面 但观众可能多多少少有听到 彭P跟江绿在讨论 只是当天 我觉得李正华律师也很热心 哦这个前天 因为我有跟李正华律师 稍微讲一下中天的状况 他马上就跟我讲说 这个行政法我熟的 然后马上就点出几个关键点说 哎你可以从这些地方 这些角度去看看 NCC到底有没有一些弊端 我觉得还蛮受用的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能感受到 彭P这边的律师团队很强大 然后也感受到有一点点的 心里面的难过是因为 当天就是关注到的媒体 真的就中天 这是我觉得台湾人民 大家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你不要看着中天在报导 然后就觉得说啊中天 对有一个不一样的声音 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只有中天愿意报导这件事情 代表说现在能够知道更多 新闻的管道已经变得很少很少很少 最近我还有一个就是朋友啊 他是在那种礼办公室 来服务的那种 然后他就有讲 他说我有看中天 然后我也有看其他家的媒体 他不是那种就是中天狂热粉丝 他其实就只看中天没有 他什么都看 然后他就说中天真的是 有些人会说中天 你为什么不报这个不报那个 不是说你看一家媒体 就打死了 就获取所有的资讯了 而是应该说你从不同的地方 你都可以广纳 更多的新闻消息来源 新闻来源 然后呢你去做一些评判嘛 然后呢他就说他看了各家之后 他发现中天真的是报很多 其他家没有报的 他说但是身边有很多朋友 就是完全没有看中天 变成他们少知道很多事情 我想这个应该 观众朋友也特别会有感触啦 NCC哪里是独立机关 那哪里是独立机关 这个很明白了嘛 跟法院一样嘛 假独立之名嘛 行独裁之实嘛 你知道其实民进党的手法很厉害 他当年对不对 废掉特征组 用的是一个多么冠冕堂皇 那时候我也支持啊 我觉得怎么可以有一个太上皇 不接受任何的监督 然后就可以变成台湾最高的裁判 你又不是上帝 因为那时候在一个氛围下就是 那时候是那个特征组的 这个检察总长黄世民 介入了这个泄密案嘛 把这个侦查栋的案件呢 去跟总统报告 叶奔这个马英九官邸在台风夜 那时候刚好我是第一届检察官 评计委员会的委员兼发言人 所以我们也觉得说 不可以再架设一个 没有办法被监督的机构 然后他为这个执政党所用 结果民进党的布局真的是高 他换掉了这个特征组 然后呢把特征组的这个职权 发回去给原来的检察总长 就现在的形态招 继续干一样的事情 就是利用这个政治的黑手 这个深入司法检掉 然后来操控台湾的整个司法 就专门办不是办蓝办绿的问题 专门办打击异己 你自己民主党自己内部 只要不同派系的我照样整理 只要你这个言论上面 或者是有抵触到这个党 或者党中某一个派系的利益的 我照样整理 所以我想各位应该看清楚 现在不是蓝绿的问题 现在是人民要站在执政党的对立面 结合所有可以监督政府的力量 因为再过一年搞不好政治 政党就换人了 所以今天觉得手上掌握 这些司法机器跟媒体机器的人 觉得很过瘾 因为你是执政党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这个葵花宝典 你一年后落在敌人手里的时候 你会长受到滋味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觉醒 今天是站在政府跟执政党权的对立面 才是人民聪明的选择 那就去冲撞NCC体制 当然是应该的 我不只是觉得应该去冲撞NCC 司法法院应该去冲撞 因为这些人基本上已经完全无事于观瞻 他可以完全无事于法令 指路为马 接下来只有用人民的力量 你想想看当年红山军是怎么挡下来 红山军是为什么可以完成 他们自己要完成的任务 还有当年的太阳花 是为什么可以挡下来这些符帽 就是人民的力量 当你政府不讲理的时候 我们人民只有选择什么 只有选择跟你用最原始的方式对抗 所以我觉得中天电视的这件事情 要关心真的要关心 因为它是台湾史上最粗暴的情况 而且你把这件事情八百九百天 你回头去想一想 这是不是民进党政府完美的布局 他要拉掉自己不顺耳的电视台 换上他自己的电视台 所以不管你去看看进电视 或进电视的总经理 那都是长期绿营的人 所以摆明的就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台湾不能这样 台湾的言论市场要有一个多元的颜色 这对台湾的发展才是好的 所以从今以后变成一言堂 你看TVBS以前是监督民党政府的 可是他们碰到换照的问题之后 碰到NCC在后面做法之后 他们也说了 很多问题他们不敢碰 现在只有可以不受NCC监督的网路电视才敢讲实话 台湾社会什么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站出来 真的要站出来 不管是论文们开箱的支持者 或者政经关不了的支持者 或者对台湾的司法改革 公平正义 还有媒体自由 还有一点点期望的人 真的要站出来 因为我说真的 当然每个人都觉得 啊媒体也是 很多媒体都很扯啊 特别是这个立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 你会觉得恨不得把它关了 可是媒体的本身 它的性质就是扯啊 我们媒体没有什么实权啊 我们唯一的手上的武器就是扯 我扯东扯西 我打这个乱枪打鸟 我中国打中的 对不对 我打中什么 我替人民监督嘛 我既然没有办法像上帝一样 对于每件事情呢 都能够穷就真理 我没有办法 每件事情都讲到非常的精准 但我总不能因为这样 我就不说嘛 所以对媒体来讲就是 那就不要紧 对媒体来讲的是 看得到一些银子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就是监督的人 所以才会有言论自由 才会有美国的宪法修正案 希望大家珍惜啦 不然如果民进党再执政四年 所有的监督民进党的媒体都会被消灭 所有的报老板都会变成通缉犯 而且现在刚刚彭P讲到 像是其他友台 这个感觉就是寒蝉效应嘛 因为你不得不说啊 你不说的话 下一个就是自己遭殃 所以一旦是看不下去的 这样子的声音 如果没有凝聚起来 团结起来一起去反抗的话 我们就只会越来越弱势而已 消灭所有反对的意见 民进党关得了中天 关不了明星 台湾绝对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请您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分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